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我们说 Federal Reserve的大量印钞票也会给香港带来一个资金水涨的这么一个情况 而中国大陆也很有趣 就是大量的海外的资金也开始就回流到香港 曾经一度中国大陆想把所谓是它的一带一路的金融中心放在澳门 但澳门的基础设施完全差很多 我说人文和法治基础设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大量的海外的资金 在没有进一步的投资的时候 尤其这一次疫情 我们看到大量资金回流到台湾 台商的资金 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但中国大陆的钱不敢轻易回到中国大陆 因为它是严格外汇管控的国家 那因此它的钱就只好就留在香港 那大量的国企的海外资金和大量民企的海外资金都留在香港 没有办法在做海外投资的时候 它也只能是变成投资于中国大陆的优质产品 那不过从长期而言的话 香港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五年之后会变得很明显 另外一个原因就除了我前面所说的是 首先社会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社会政策的失败 其次是因为这个特区政府越来越左 而中央也推出了国安法 导致整个这个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 基本上已经变成是危在旦夕 那最后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美中的冲突会依然这个加剧 那在这种就拜登这个上台之后 我认为还是继续会推动下去 甚至是在这个经济方面的竞争会更加强一些 更系统化一些 那这个拜登会联合这个所谓的这个democracy 这些国家甚至包括台湾 这个勇纳在里边建成一个这个democracy league 来进而跟中国进行抗批 香港之前是在西方那边 所以它得到了在这个韩战时期最大的资金的注入 和这个跟中国这个交流的这个好处 但是现在当一国两制这个荡然无成 或者说是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 那大家会担心他的这个所谓法制 完全没有办法重回到这个英国时代 那这里面其实包括前一段时间很有趣 有一个这个民主派的这个议员叫许志峰 那他这个在这个流亡到英国的时候 他的这个账号居然被政府给没有法院的这个禁令的时候 就查封了 这也变成了一个当时我们大家很紧张的一件事 换句话说 中国大陆做的事情未来在香港也会发生 那资金会我觉得中资现在非常充裕 外资尚未撤退 但我相信五年之内外资会逐渐的往外走 而中资的话也可能会回中国大陆 那我们看到真正中概股要走的路可能是 能一步回到A股是最棒 回不到A股只能是到香港在做第二上市 或者说是这个再上市 所以刚才那个就是J跟我们所讲的 事实上是这个短多长空波 他这个短的以台湾来讲还蛮长的五年 三到五年之内呢 事实上香港人好